郭家麒 主席 我都從來沒有見過一些基建這麼糊塗糊塗 香港現在幻想那些叫基建綜合症 所有的數據 交通的流量數據給不到 但大家都知道這條11號幹線 如果是跟10號幹線翻版的話 當時講得很清楚 是根據兩個要求的 當時是有一個填海去青州 現在就變成了這個東大嶼 另外就是要看回物流業的所謂發展 現在的發展很清楚 香港的製造和物流業的需求 是被政府原先估錯了 大家看看現在的昂旋洲大橋和西部通道裡面 實際的車流量是低得很緊要 第二就是3號幹線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車流量和原本的設計是多少 短文短答 局長回答我 部長我想請運輸處同事講一講 不要浪費時間 14萬最初起的時候 現在的車流量是6萬1千多 一半都不夠 2025年這個3號幹線 即是那個大嵐隧道就是歸回政府 怎會有一個政府 叫它建所有重要的 譬如說要建老人院 醫院的時候就沒有錢 但是這些基建 大家都知道 拿些錢很多時候扔到鹹水海 就完全是想都不想去做 我是反對浪費些接近9千萬的錢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幫大西北的居民 其實他們大部分呢 是需要一個鐵路最快捷的做法去做 怎會做這個這樣的 這個大而務當多建大白象工程 以追清楚 如果根據10號幹線的做法 將來又不是有一個很大的藉口 又是將這個沿線下去東大如都會呢 怎會有人難聽到愚蠢到 這麼緊要將一個11號幹線 那些車流回去那些幹道那裡 政府交不到數 交通流量沒有 股價沒有 跟著跟立法會說 九千萬而已嘛 不是錢來的 你給我吧 這個政府去到真是 有少少無恥和可恥 這個是每一分每一毫都是納稅人的錢來的 如果你沒有充分的理據 沒有交通流量 要拿成八千多萬的話呢 是對所有市民是不住的 不過我想問你為什麼 不是清清楚楚 是解決他們用鐵路 要用這個大而務當的 這個11號幹線 副國長 主席 我們相信鐵路 當然鐵路發展 我們已經有鐵路發展規劃了 怎樣將新界西部 和現有的西鐵和東鐵 透過北環線去聯繫 這個都是我們鐵路發展的考慮來的 但是除了鐵路之外 公路其實都有它的需要 剛才在投影片裏面顯示到 那些主要路段 那個飽和度 其實在2031和2036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相應的 的確在公路裏面 你答我就是那個大嵐隧道 大嵐隧道 大嵐隧道同樣也是 如果你看回我們那個投影片 2036年的時候 那個大嵐隧道 都是去到1.3的 那個 喂 副局長 你現在說謊都不得了 在98年的時候 已經是說14萬 現在去到 都是6萬多 你還在這裡 有好意思說去到1.3 有沒有現在大嵐隧道的情況 郭家麒議員 郭家麒議員 你的發言時間已經過了 郭家麒議員 你的發言時間已經過了 郭家麒議員 你的發言時間已經過了 你的發言時間已經過了 我現在請部門 簡單地回應你幾句 接著就下一位了 好嗎 有了 大家已經剛才提過了 好嗎 部門你是不是有些回應 我再講講 就是現在 因為看大嵐隧道 我們都是看那個 就是最繁忙時間的 最繁忙時間的 那個 所謂行車兩場車兩 現在是0.8 所以0.8 其實那個 再增長的空間 都相對較少 整千億就是為了 0.2、0.3 這個政府是發神經的 過了時間很多 好了 下一位